哈喽 各位好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产品牌在插电混动技术这条路走得非常的远 其中代表性的比如说比亚迪的DMI 长城的柠檬混动 吉利的雷神混动 以及奇瑞的这套昆鹏一家 那么我身边的东西就是昆鹏一家整体这套动力系统和底盘系统的一个模型 可以看到奇瑞这套昆鹏一家它的核心的动力来源是这台1.5T的四缸涡轮发动机 也就是我们在很多奇瑞的燃油车上搭载那台156匹的四缸发动机 注意啊 它不是混动专用发动机 这个问题呢 也导致了奇瑞的这套昆鹏一家 其实在油耗的表现上是不如比亚迪的DMI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因为它整体的 它没有支持阿特金森或者是米若的循环 但是我们从奇瑞的工程师那里了解呢 昆鹏一家的下一次改进就要把这台发动机换成阿特金森循环 那么届时它的油耗表现就要提升压价 而首大的车型呢 预计就是瑞浦8 Pro的昆鹏一家版本 预计大概在年底会上市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发动机 这个四缸发动机这个结构 大家很熟悉了 那么在它的右边呢 就是它的三档DHT了 我们可以看到三档DHT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变速箱的作用 起到了三档变速 同时呢 将油和电两种动力在这里进行混合 然后输出 但是这台昆鹏一家呢 它是搭载了双电机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三勤 其位号称自己的三勤 为什么叫三勤呢 因为它的两台电机都是同时可以当发电电机 也可以当动力电机 也就是说这两个电机是随时可以互换角色的 顺着这里出来 那么这条线出来之后呢 就流入到它的电池了 这里是发动机的传动轴 整个发动机的这个输出端跟这个DHT的输出端都是同轴的 在一条轴上的 然后弹簧减震 可以看到这个全全架整体的结构就是标准的麦布逊啊 为什么要麦布逊呢 麦布逊其实没有双扎臂那么支撑力那么强 但是它就是省空间 所以它因为它省空间 所以才能换下这么大的一坨动力总成 好 我接着再往后看啊 这个电力啊 顺着这个流流过来 就流到中间这块电池了 那么这个它的电池是放在车辆的底盘的正中央的部分 再往后呢 就是它的油箱 这个油箱这个没有摆出来 然后这个电力呢 顺着流到这来 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后桥电机 那么我们从这个细节去看都 这个应该就是昆蓬一家的四驱版本 但是这个四驱版本目前还没有上市 目前呢 瑞伯8plus的昆蓬一家只有两驱 那么它这个电力传出来之后 进到这里 通过这个曲轴 然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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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半轴又传给车轮 整个动力啊 就是这样传递的一个过程 正因为有了前后电机的加持 所以它不需要在中间再布置一条传动轮 把前方的动力啊 这样传递 传递一个后轮了 它直接在后轴安一台电机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后轴这台电机的体积还是非常小的 所以它非常容易布置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上看到 它的四驱版本的后悬架 涂成银色 不知道会不会是用到铝合金的材质 而且它的后悬架下载臂的部分 非常的粗壮 是一个大大的A式型 那么在这些位置也用的是铝制 这个多连杆结构看起来非常的结实 非常的粗壮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四驱版本 因为加速性能特别好 大概是在四秒级 所以它必须要用到一个很强力的悬架 才能够把这个车身呢 能够扎住 能够撑住 那么我们从这套模型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就是齐瑞的这套后桥整体的这种电机的集成率还是很高的 体积非常的小 不占空间 而且能够支持比较大的这种悬架结构 所以就可以支撑比较好的性能表现 第二个就是它整体的发动机 它的三挡第一支机是比传统的变故江 它的体积是要小了很多的 我们更加的期待搭载混动专用发动机 能够早日的用在坤鹏一家这套比较先进的动力技术上